画面中这架美国联邦快递Fedex的波音767货机 在降落的时候后轮先是顺利触地 但是机鼻向下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到 飞机的前起落架是没有放下来的 结果机腹就直接着地 因为摩擦过大的关系 还刮出一条长长的火光 伴随着许多白烟 幸好货机最后是成功杀住了 停在跑道上也没有起火燃烧 一旁的消防车是赶紧来洒泡沫降温 周三这起机腹着地的惊魂 发生在土耳其伊斯坦堡机场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据了解这家货机从巴黎戴高乐机场起飞 在降落前就已经告知伊斯坦堡的塔台说 起落架没有办法正常放下 是在塔台的引导之下才降落 因此机场的消防队早就在旁边待命 目前还不清楚起落架故障的原因 不过这次又是波音的机型出状况 近来波音不是掉轮胎 就是掉引擎的整流罩 现在又多了这一桩意外 让外界对飞安真的没什么信心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